第一题,请依照下列个小题所给定的条件,求出坐标平面上各直线的方程式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,协率为-2,Y拮据为5 第一小题,题目给我们协率跟给我们Y拮据,因此我们就根据求直线方程式,有这个协结式的方法 所以我们来求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,所以根据协结式,因此Y就会等于协率是-2,再乘上S 再加上Y的拮据,所以Y的拮据题目给我们是5,那么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形式 把-2S让它领导系数为正,因此我们把它移到左边来,所以就得到的是2S加Y 把5移到左边,因此-5等于0,所以第一小题,那么我们就把直线方程式的答案写在这边 所以我们求的方程式,那就是2S加Y-5等于0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,S拮据为7,协率为2 第二小题,那么题目给我们的条件是S拮据是7,所以我们得到S拮据是7 那么S拮据的意思就是这一条直线,那么跟S轴会交易S分量等于7的地方 那就表示这一条直线,就会通过这个点坐标,那么就是70这个点坐标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一条直线,它通过一个点,而且题目又给我们这一条直线的写率 所以我们就利用求直线,点斜式的这个方法,来求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 所以根据点斜式的方法,意思就是说方程式就是Y,减掉这个点的Y分量就是0 那么等于写率是2,再乘上的S,减掉这个点的S分量是7 那么因此Y就会等于把这2乘进来,所以是2S,减掉14 我们把它写成标准形式,2S,减Y,减14,等于0 那么因此呢,第二题,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,我们也把它写过来 所以直线呢,那就是2S,减Y,减14,等于0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,通过两点,坐标51,坐标3-2 第三小题呢,通过两点,坐标要来求直线方程式 所以呢,我们就利用求直线方程式的2.4,来计算 那么根据2-4的模式,那么就是分母S,分子是Y- 那么减掉了一个点,那这个点呢,我们就来选择51的这个点 所以呢,S-5,那么Y-1,那么接着呢,就会等于写率 这两点呢,我们就可以决定写率 所以写率呢,就是S分量5,减掉了S分量是3 那么Y分量是1,减掉了Y分量是2 那这个部分呢,我们可以先行把它计算出来 5-3是2,1-2得到43 那么接着呢,我们再把它做交叉相乘 所以呢,3乘上S-5,我们得到43S-15 就等于呢,2把它乘上Y-1,得到呢,是2Y-2 我们再把它换成呢,标准式 所以得到呢,43S,把这个2Y移到左边 所以呢,减2Y,把负2移到左边 那么因此呢,就是减13等于0 所以呢,我们把这一条直线的方程式把它写过来 那么得到直线方程式呢,那就是3S-2Y-13等于0 我们来看第四小题 S截距为-4,Y截距为2 那么因为呢,版面的关系 所以呢,我们就先把第一,第二,第三这三题的解法过程 先行呢,把它消去 第四小题呢,同时给我们S截距,也给我们Y截距 来求呢,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所以呢,我们就利用截距式来计算 那么所谓的截距式呢,就是分值S 然后再加上呢,分值Y相加呢,等于1 那么它的分母就分别呢,填上S的截距 所以呢,这里填-4,填上了Y截距 所以这里呢,填-2,我们把它换成标准式 那么换成标准式的时候呢,我们整个式子 那么同时呢,把它乘上-4,来化解 所以呢,第一部分乘上-4之后,我们就得到呢,是S 那么这里呢,二分之Y乘上-4以后,得到呢,是-2Y 那么1乘上-4,得到是-4 所以呢,我们再把它换成呢,标准的模式 那么也就是呢,S-2Y,把-4移到左边 所以呢,加4等于0 我们也把这个方程式呢,写到这边来 所以呢,方程式是S-2Y,加4等于0 我们来看第五小题,通过点座标4-6,且协力为0 第五小题呢,题目给我们的条件呢,有一个是协力为0 那么协力为0,就表示呢,这一条直线 我们把它称为呢,叫做是水平的直线 啊,所以呢,水平的直线 又通过呢,4-6这一个点 那么水平直线它的方程式呢,那么就是Y等于多少 所以通过4-6这个点,Y呢,是6 那么因此呢,它的方程式,它就是Y等于6 所以呢,第五小题,我们得到它的方程式呢,那么就是Y等于6 我们来看第六小题,通过点座标5-5,且协力不存在 第六小题呢,那么题目给我们呢,协力不存在的直线 我们知道呢,协力不存在的直线,那表示呢,它是一条千值直线 所以千值直线呢,又通过5-5这个点 那么因此呢,千值直线它的方程式 那就表示呢,S等于多少 通过呢,5-5这个点,S呢,是5 那么因此呢,它的方程式,那就是呢,S等于5 所以呢,我们也把它的方程式,写过来 所以得到它的方程式呢,那么就是S等于5 我们来看第七小题,以直线2S-Y-5等于0平行 且通过点座标4-5 第七小题呢,有题目的意思 啊,所以呢,我们在座标平面上,就来画呢,两条平行的直线 那么底下这一条直线呢,那就是题目给我们的 方程式呢,是2S-Y-5等于0的这一条直线 那么题目说呢,跟这一条直线平行 而且呢,会通过点呢,45 所以呢,我们就画了这一条直线 那上面呢,有一个点,叫做呢,是45 我们来求呢,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那么因为呢,它跟2S-Y-5等于0 这两条直线呢,平行,两条直线平行,写率相同 那么写率相同,写率呢,是由S跟Y前面的系数比例所形成的 那么既然平行,所以呢,我们就假设这一条直线 它的方程式呢,SY向前面的系数一样 那么因此呢,就假设2S-Y 常数相不同 所以呢,常数相,我们就说 加K等于0 接着呢,我们来求K的值 那么因为呢,这一条直线通过45 所以呢,这一个点45 我们就把它带入 2S-Y加K等于0 我们来求呢,K的值 所以呢,2S,S呢,带4 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得到48 减掉Y,Y呢,是5 所以再加上K等于0 那么这里呢,是3加上K等于0 我们就求得呢,K的值 那么就等于呢,是-3 所以,我们把K呢,带回原来这条方程式 那么得到呢,直线的方程式 那就是2S-Y-3等于0 所以呢,第七小题 我们得到这条直线的方程式 那么就是呢,2S-Y-3等于0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本集完 感谢观看